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华尔街周报 由华语电视为您制作播出的台经讯息节目 但您掌握一周财经大事与美股动态 我是主持人文威廉 上周美股结束了连续8天的上涨走势 主要是受到了10年国债殖利率攀升到3%以上的冲击 而在当天倒指是收盘跌了近200点 之后股市就都处在一个震荡的走势 涨跌都在两位数字 在消息面上除了美债殖利率一度飙上3.12%的71年新高 减少了股市的吸引力之外 中美贸易第二回合谈判的紧张气氛 也为股市投下了不确定的因素 而另外在技术层面上 美国股市事实上在过去两周已经是涨了近6个百分点 那么接下来盘整一段时间 似乎也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而到周五的时候呢 三大股指收盘是涨跌不一的 道琼收盘是微幅上涨了一点 最后收报在24,715点 标普500指数是下跌了7点 最后收在2,712点 纳斯达克是下跌了28点 跌幅比较深收在7,354点 而刚刚过去的这周 事实上包括像沃玛 美西百货 斯科 Home Depot的企业财报 都是超出预期相当不错的 那么经济数据呢 也是正面良好 原油价格持续的上涨 也拉抬了能源类股表现强劲 接下来就一起来看看过去这周重要的财经讯息 沃尔玛周四公布公司第一季 净利为21.3亿美元 折合美股72美分 经调整之后 美股获利为1.14美元 高于接受调查分析师 此前预估的美股获利1.12美元 去年同期公司获利为30.4亿美元 折合为美股1美元 而第一季度的营收为1227亿美元 高于去年同期的1,175亿美元 也高于分析师平均预估的1,205亿美元 第一季度美国业务同店销售增长了2.1% 符合市场预期 这也是连续四年的增长 至于美国电子商务业务 第一季增长了33% 增速较去年同期放缓 但高于前一季的23% 集团目标这项业务全年增速达40% 正在按计划推进 沃玛预期 近期投资印度电子商务公司Flipcard 若第二季度未完成交易 则对2019会计年度 美股获利影响达到25至30美分 商务部周三宣布 美国4月新屋开工数据 由3月的上涨转为下跌 下降3.7%至128.7万状 不如此前调查分析师 平均预期的129万状 主要是因为 复合式住宅 包括condo等公寓建筑开工数 大跌12.6% 另外4月份的建筑许可 也减少了1.8% 经济调后年率达135.2万户 也不如市场预估的 月减0.3%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 投资大众不需要太过解读 4月份的下跌 毕竟新屋开工在3月份 才创下11年来的新高记录 加上经济持续增长 利率仍相对偏低 市场上仍有许多钱在买家等着购房 美西百货第一季度净利润为1.39亿美元 每股盈利45美分 高于去年统期的每股盈利26美分 经过调整过后 美西百货第一季度的每股盈利为42美分 高于此前接受调查的分析师平均预期的36美分 美西百货第一季度的营收总计为55.4亿美元 相比之下 去年同期为53.5亿美元 市场预期54.3亿美元 在公布财报的同时 美西百货公司也上调了2018年 经过调整后的每股收益预期 从3.55美元至3.75美元 调高至3.75美元至3.95美元 这比此前接受调查分析师平均预期的 3.61美元要高出14到34美分 美西百货的股价今年至今为止上涨了18.8% 在过去的12个月时间里上涨了31.2% Home Depot今天早上公布集团 在2018年财政年度的第一季业绩报告 录得盈利有24亿零400万元 按年增长19.36% 结合美股盈利有2.08 表现好过分析师平均预期的2.05 不过在营业收入方面 虽然都有录得增长 不过就不及预期 集团在期内的营业收入 按年上升4.44% 达到249亿4700万元 低过分析师平均预期的251亿6000万元 是自2015年第一季度以来 集团的季度收入首次不及预期 而第一季的铜电销售 同样是差过市场预期 集团在第一季度的铜电销售 增加4.2% 低过市场预期的增加5.38% 一般来讲 春季都是集团的销售旺季 因为屋主都会在每年的这个时候 添置家具设备 购买改善家居及装修的材料及用品 不过由于本土部分地区的寒冷天气 今年较时才结束 春天来的迟 拖累到集团的春季销售表现致呆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拥有14个会员国 从80年代开始 该组织开始为成员国制定生产目标 透过减少石油产量推升油价 或者是相反而行 OPEC近年来和非成员国一同合作 实施的减产协议 就是透过逐步减少各国产油量 减少供过于求的石油供应 石油输出国组织在最新一期的月度报告中指出 三月份的发达国家石油库存下跌 跌至比五年平均值多出900万桶的水平 是最接近减产协议原定目标的水平 OPEC表示 四月份该组织的每日石油产量 暗月增加了1万2000桶 达到每日3193万桶 其中 委内瑞拉及沙古地阿拉伯都表示 四月份的石油产量下降 沙古地表示 该国四月份的每日石油产量 有986万8000桶 进一步低过油组的目标 也是自从减产协议开始以来的最低水平 美国股市这波多头行情 从2009年3月份至今 已经走了9年多 创下了史上第二场的多头走势 华尔街多家投行 从今年初就纷纷在预测 这波多头行情究竟何时会走完 摩根士坦利银行在本周 就具体的提出预测表示 今年夏季股市可能会出现最后一波涨势 高点将会落在今年的下半年 不过分析师也提醒投资人不用过度的担心 这波下行走势跟此前的金融危机 所造成的屠杀行情是不能相比的 投资人只要慎选股票 还是能有不错的投资报酬 而此时大家更是要做功课 慎选有行业前景优势的个股 同时也要有做好长期投资的心理准备 不过分析师警告归警告 他们也强调 美国的经济荣景应该还可以再持续两年 而在此期间 投资人应该是要做好心理准备 重整自己的投资策略与组合 以下就是我们为您做的 美股多头何时进的专题报道 摩根史塔利银行在本周发布的报告中宣布 美股的多头走势或许还未结束 但却可能将要结束了 他们预测今年夏天 美股股市可能展现出最后一波涨势 并于下半年出现高点 该公司分析师安德鲁席兹指出 这波多头市场的上档空间一经有限 市场上几项利多因素一经变成了利空 包括世界经济成长将会减缓 通波膨胀终于上升 华盛顿的焦点已由减税转移到了关税 还有联准会看来恐怕会加速升息 这些因素似乎都在改变 而且同时改变 西兹说公司在市场可能已于1月底触及高点 历史走势显示 9至12个月后股市高点也将出现 也就是说股市的高点可能出现在 第三季或第四季 不只摩根斯塔利对股市的态度谨慎 美银美铃在5月初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也显示 约有六成的积极经理人说 他们相信股市可能于1月份已出现的高点 也可能在今年稍后触及高点 这波多头市场由2009年3月开始 至今已创下了史上第二场多头走势 由2016年底至今年初 股市更是扶摇直上 道琼由川普当选时的18,333点 上涨到了1月底的历史高点26,616点 今年冬季因为担忧通膨 与贸易战股市反转直下 道琼目前仍叫历史高点低了约2,000点 事实上美国股市依旧有着上涨的理由 包括企业获利增加 川普的减税及健康的全球经济 利率虽然上升 但依旧接近历史低点 现在预测进出场的时机极为困难甚至危险 投资人此时只能谨慎面对 做好准备 当股市已没有太多上涨空间时 投资人就进入了选股非常关键时期 在此背景下 摩根斯坦利建议选股方向应该放在 公司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 商业模式 定价力量 成本效益等基本问题上 而小摩建议持有的公司包括了亚马逊 谷歌母公司Alphabet 摩根大通 Visa 微软 亚斯兰黛 联合保险和迪士尼等 小摩分析师建议投资人 这些股票要长期持有 至于摩根大通的联席总裁Daniel Pinto 先前也警告过投资人 或许大盘不会在今年有明显的衰退 但未来两三年内 美股恐怕会暴跌40% 投资人要做好心理准备 总结来说 过去这周美股是处于没有明确方向的整理格局 美国与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问题会如何解决 美债殖利率会持续攀升 还是会停在目前的水平 是下周的关盘重点 不过如同分析师建议的 现在与其指望大盘带动 不如好好研究 究竟有哪些行业个股有潜力 在经济停滞期 抗跌甚至是逆势成长 毕竟股市是经济的先行指标 要走得比别人快才有制胜的机会 好的以上就是本周华尔街周报的节目内容 提供投资朋友您做个参考 祝您投资顺利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